随着端午节的临近 对于18号航母 也就是003型航母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英文版《环球时报》直接刊文表示 随着上海疫情的吞去 上海江南造船厂也开始复工复产 并准备下水第三艘航空母舰 目前上海江南造船厂的整体进度相当不错 为了能够保证003型航母的顺利下水 江南造船厂已经准备一开五艘大型民用船只 其中一艘为大型大型集装箱货轮 两艘大型乙丸运输船和两艘大型七体运输船 其中有一艘大型船只直接和003型航母 同处于4号干船物 外界认为该船的建造正好 可以遮挡住部分003航母的建造过程 现在该船在短时间内快速被移出4号干船物 也被认为是在给003航母让路 关于003航母 也就是18号航母最早的官方消息 出现在2018年11月份 当时新华社公开表示 中国有一艘新型航母 正在有条不紊的建造当中 由于当时山东号航母已经现身 所以外界马上认为 中国已经在建造003型航母 中国海军在今年4月下旬的航母宣传片中 公开表示了三胎的存在 当时不少海外媒体均认为 003型航母将会在4月23日 也就是海军节当天下水 但可惜的是 因为上海新冠疫情的爆发 003型航母的下水时间不得不推迟 目前上海新冠疫情已经基本结束 003型航母的下水条件已就成熟了 端午节本来就有赛龙舟的节目 因此 在端午节实现003型航母的下水 也有赋予003型航母龙舟之一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兆头 当然 除了龙舟的美好寓意之外 6月3日还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的 兼厂场庆日 而2022年6月3日 正好是上海江南造船厂 兼厂157周年纪念日 美国海军新闻网曾经对003型航母 进行过相应的预测 认为003型航母的排射量应该介于美国海军的 尼米兹集合动力航母和福特集合动力航母之间 但因为003型航母装备了三套电子弹射系统 所以003型航母的航空作战能力强于尼米兹集合动力航母 完全可以和福特集合动力航母一较高下 福特集合动力航母主要在动力上比003型航母占有更多的优势 如果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 我们直接拿尼米兹集合动力航母的载机能力来比招003型航母 那么003型航母完全能够搭载四只尖35隐身战斗机 尖15T战斗机中队 一个尖15D电子战机中队 一个空警600舰载预警机中队 以及直20F反潜直升机和直18直升机 虽然尖15舰载机已经服役多年 但山东辽宁两舰的华越起飞方式并不能充分 发挥出尖15舰载机本身重型机的优势 而尖15T舰载机则不同 在003型航母电子弹射系统的帮助下 尖15T将能够充分发挥出尖15系列30端级机体潜力的型号 除去第五代隐身舰载机 目前世界上战斗力较强的非隐身舰载战斗机 主要就是美国波音公司的超级大黄蜂BLOCK三型战斗机 和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M战斗机 而尖15T舰载机完全能够对着两款舰载机形成明显的性能优势 届时 无论003型航母是对上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 还是对上印度海军航母战斗群 都有较大的底气 其次 在003型航母出现之后 中国海军航母部队的兵力情况将会得到较为明显的改观 辽宁号航母最多只能携带24架华越型尖15战斗机 山东号则最多能够携带36架华越型尖15战斗机 但003型航母即使是在常规情况下 也能够轻松携带48架尖35 尖15T舰载机 极限情况下则可以携带60架72架尖35 尖15T舰载机 但艘003型航母就可以面对美军的一艘尼米兹级和动力航母 在此前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前出西太平洋训练的时候 中国海军的山东号航母正好在大连造船场内进行维护 面对每日多艘航母的出现 辽宁号航母还是显得有些不够用 而在003型航母出现后 中国海军将有三艘航母 正常轮换的话 中国海军随时都能够至少有两艘航母可以轮换使用 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拿出一个双航母战斗群 最后 是上海江南造船场将成为继大连造船场之后 中国第二个成功建造航空母舰的造船场 中国将拥有一北亿南共两个大型造船场 无论是大连造船场还是江南造船场 都拥有制造航母 神盾舰和其他驱护舰的能力 中国海军相当于有了双保险 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看 003型航母应该和山东号航母一样 尤其仅有一艘 因为中国海军未来无论是在太平洋方向 还是印度洋方向上 都需要面对远洋滥水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 004型和动力航母远比 003型这种常规动力航母更加适合 至于航母数量 考虑到正常轮换和美国海军的威胁问题 中国海军航母部队除了两艘华越起 飞行航母和一艘003型航母之外 最好是在装备两艘004型和动力航母 这样一来 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够保证有一艘弹射型航母和一艘 华越起飞行航母组成双航母战斗军 在不少关于全球火力 军力排行榜中 美国都是妥妥的全球老大 特别是海军实力之强难以想象 甚至有不少人猜测 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海军联合起来 能否击败美国海军 虽然略有夸张 但美国海军的实力的确是非常强大的 并且美国靠着海军舰队建立了全球海洋霸权 并且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不少的海外军事基地 据有关数据显示 二战后 美国曾经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 多达5000多个其中近半数在海外 冷战结束后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 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 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 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 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驻军30万人 本土基地871个 其中海军基地242个 空军基地384个 即便作用如此稳固的世界霸权 美国依旧不满足 反而随着我国海军近年来发展的迅猛 却是感到恐慌和忧虑 中国会不会取代美国的海军地位 此前 据美国某智库专家刊文称 由于中国暂时无法研制出核动力航母 因此中国至少在15年内难成全球型海军 对于美国智库的这番言论 恐怕用一句话就能将其反驳 他们恐怕选错了角度 中国从来都没有打算建立 与美国一样的全球海洋霸权 美国智库认为 核动力航母是制约中国海军 称为远洋或者是全球型海军的门槛 其认为中国要建造核动力航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的确 目前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非常高 但这也是美国海军几十年发展积累的成果 毕竟目前全球共有12艘核动力航母 其中美国一家就占了11艘 另外一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但该航母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核动力航母 因为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只不过是将核潜艇上的动力系统 搬到了航母上 不仅动力弱 续航力差 整体性能甚至不如某些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 但将核动力航母看作是制约中国海军 进一步发展的门槛 小看中国的技术实力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强国 靠了就是长期以来的科技储备 无论是制造核武器 还是建造核电站 核反应堆 我们都是有雄厚的技术支撑的 举个例子 一航五为代表的的军工业伪力 经过几十年的技术储备 工业生产能力储备后 我国在短短十多年里接连改舰 建造了两艘大型航母 分别是我们的辽宁舰 山东舰 其战力要超过英国的伊丽莎白级航母 和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 航母的发展只是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中国海军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两艘航母 八艘055型驱逐舰 052D型驱逐舰 075型两栖攻击舰 054型护卫舰 以及型号众多的核长潜艇 在亚太地区实力仅次于美国 因此 中国在既具备核技术 又具备航母技术的情况下 延制核航母只是时间问题 这并不会成为中国海军发展的瓶颈 不过 中国的确不会建立美国一样的全球海洋霸权 这是由我国的战略目标所决定的 中国始终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大国 我们发展军事力量最根本的目的 是为了保护国家领土不受侵犯 保护人民权益不被践踏 保护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 一切军事力量的发展都是为了拥有自保和威慑的能力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 中美两国选择的方式也截然不同 美国是本国利益之上 哪怕是建立在践踏别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之上也在所不惜 中国则是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 期待与更多国家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合作 从历史上看 任何霸权主义都不能持久 事实上 美国的霸权主义道路也进入了死胡同 每年7000多亿美元的军费已然成了美国的负担 虽然对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有利 但却加重了美国国内矛盾的对立 国际上更是让美国成了失强凌弱的流氓形象代表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 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技术储备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都在以肉眼客观的速度缩小 不可否认的是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美国并没有一改之前的冷战博弈思维 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予以打压 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威胁这一极端方式 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 也不不可取的 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 我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让我们坚持的是和平发展的崛起路线 我们既不会走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劳碌 更不会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 中国将会开辟出一条斩新的和平发展道路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言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 而是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中国 大千世界 差异和竞争无处不在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 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 既提升自我 又照亮对方 而不是你死我活 零和博弈 无论从中美两国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 合作都应当成为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 我说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地益上 我说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地益出发